蟹俠入侵各政府機關網絡的消息時有所聞 事實上藍綠兩政黨亦有租蟹俠入侵的威脅 兩黨都為了保密想盡辦法 民進黨接連發生官方網站遭流量攻擊 內部email帳號租蟹俠入侵 為了避免經密外流 民進黨想盡辦法保密防碟 好像是對話內容採取代號 董事長指的是黨主席蔡英文 總公司就是中央黨部 炒假部是新聞儒情部 右右部是青年發展部 動腦部是政策委員會 數字部是民意調查中心 少女部就是婦女發展部 不僅民進黨 國民黨亦都面臨蟹俠入侵的困擾 不少部門主管的email 都曾經被蟹俠嘗試入侵 國民黨資訊安全部門 不單止加強系統安全管控 亦都要求大家經常更換密碼 避免遭到破解 導致機密外流 如何加強資訊系統安全 已經成為藍綠兩黨力聘總統 和立委大選之外 另一個重要課題 倒到失去 走 Sara